继续来看到昨天清晨发生的渔船意外 所有集渔船生意力13号 昨天在贵山岛海域作业的时候 发生了割险的意外 船身是断成两节 幸好附近有一艘海巡队的巡逻艇 正在执行当中 顺利将这三名船员救起平安无事 昨天凌晨5点多 所有集生意力爬往船队 在贵山岛海域作业的时候 生意力13号登船 突然发生搁浅意外 船身断成两节 随即呼救 幸好附近有一艘巡逻艇 正在执行当中 经过渔岳电台通报 立即赶往现场救人 我们圣经义13号的渔船 在贵山岛的北边 在贵首的北边 作业的时候 因为不顺开到它的交址区 搁浅在贵首 然后我们武动梁武艇 在接到民众报案的时候 我们就赶快火速前往 因为当地的交视区很多 所以我们武动梁武艇 就放小艇去把那个 搁浅的渔船的三个人 接驳到我们小艇上 然后再接回他们的渔船 然后再回苏浩港 由于现场海象不佳 巡逻艇无法安全靠近 只好出动橡皮艇 利用绳子跟救生圈 将船长跟两名船员 拉上橡皮艇 海域是礁石区 浪又大 所以我们那个巡航艇 几乎是无法靠近 那渔船也都无法靠近 所以我们放那个橡皮艇 那个硬底壳的橡皮艇 然后逐渐开到礁石区 然后他们那个渔船上面的三位 就从这个岛上 在我们就丢救生圈过去 然后一个一个的接驳过来 被救回的三名船员 已经平安返家 至于事发的原因 目前正在调查当中 伊兰新闻记者 赖福星采访播导